今天要给大家叨叨的影片名字叫做《怀阳》 故事一开始,一群鬼魂正在地府等着投胎 只见被电脑控制的抽签器不断闪烁着红光 最终它显示每只鬼都要投胎成为机 原来电脑故障了,这家鬼魂可就不愿意了 他们开始疯狂逃窜,结果还是没能逃过审判 所有人都从忌惮中破壳而出新的机身开始了 画面一转,咱们的男主小明是一家公司的会计 但是很不幸他由于疾病原因去世了 就在他去世的第六天,按照阴间的规矩 必须在投胎之内将进入地府的手续办好 否则转世投胎就是个问题了 想要转世投胎的人很多 尽管城门口开放了许多关口 可等待的人还是排弃了长龙 好不容易排队等到他要投胎 但鬼差却说,小明的死法和生死簿上的不一样 小明本身是病死的 但是按照生死簿,他应该是被活活憋死的 由于死法对不上,所以小明只能重新活过来 再死一次才可以 就这样无奈的小明重新回到身体里怀扬 小明艰难的从棺材里爬了起来 发现自己正处于殡仪馆里 激动之下,小明觉得自己得赶紧回家 自己活过来一家人肯定很高兴 小明悄悄来到自家大院想给大家一个惊喜 透过窗,他看到老婆正在哭泣 瞬间小明觉得特别感动 还是自家媳妇有情有义 都第六天了,还在给自己哭丧 他没有想心急着现身 而是又跑去了儿子和儿媳的房间 看看他们在干嘛 哪能想到竟然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原来自己的老婆早就出轨了自己的好哥们 这件事已经闹得是满城风雨 只有自己不知道 二儿子的公司也靠着自己的死亡保险得已起死回生 不一会儿小明就听到了老婆在偷人的声音 尽管小明觉得自己非常窝囊 可他还是淡定的在门口继续偷听 随后通过老婆和肩夫的对话 小明才知道肩夫原来还给自己的老板戴了绿帽子 小明瞬间觉得自己和老板真是同兵相连 都娶了一个不守妇道的媳妇 小明想要当场踹门 可是仔细一想如果自己复活的事情暴露 那死亡保险也会被收回去 儿子的公司就完了 想来想去小明决定先去找老板 打算借一笔钱远走高飞 当老板的老婆看见小明的第一眼 他就被吓得直接晕倒了过去 老板见到小明复活也是非常的不淡定 因为他认为这一定是哪个和小明长得像的骗子来骗钱了 于是开始臭骂死去的小明生前在公司以老卖老 自己只是可怜小明被戴了绿帽 所以才没好意思把他炒鱿鱼而已 这下子小明也生气了 是可杀不可辱 当即就把老板的老婆也出轨的事情抖落了出来 最终老板把小明给轰了出来 小明只能穿着一身兽衣 在冰天雪地的大街上逛游 实在冷的没有办法 小明又跑回了殡仪馆 咄咄嗦嗦的躺进了棺材里遇寒 而这一趟小明终于按照生死不上的死法 在棺材里活活憋死了 这个故事也告诉了我